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这本书讲的是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并拥有超强的折断力。 通过研究人的行为心理,作者发现,通过直觉做出的选择很多是不可信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的流程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本书的作者是国际心理畅销书作家西斯兄弟, 除了这本《折断力》,他的另外一本让创意更有粘性也很有影响。 西斯兄弟通过大量的心理学研究, 发现在生活中,人们大多数时间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做的决定,很少经过深思熟虑, 因此通常包含四大阻碍因素, 像思维狭隘、正式倾向、短期情绪和过度自信。 这些阻碍因素破坏着我们的日常决策,我们却很少能察觉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的方法。 这本书啊,针对做选择的四大阻碍因素, 思维狭隘、正式倾向、短期情绪和过度自信, 分别对正下药,提出了四步决断法。 第一步,在面临选择时,要破宽你的选择范围。 第二步,在分析选项时,要记得把假设放到现实中进行检验。 第三步,在做出选择前,要留出一段距离来考虑。 最后一步,在做出选择时,要克服过度自信。 那好,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步,在面临选择时,要拓宽你的选择范围。 要拓宽你的选择范围,首先呢,就是要避免思维狭隘。 什么是思维狭隘呢?举个例子啊,大家就能明白了。 下次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分手困境, 也就是,一旦感情上出了问题,就会在分手还是不分手这两个选项上来会纠结, 而不是考虑第三种情况。 这种把选择限制在很小的框架里,非黑即白的思维, 我们称之为思维狭隘。 思维狭隘经常在我们的选择中作怪, 比如,我们经常会问,到底该不该结束这段友情呢? 而不是去思考,到底怎么做才能改善我们俩的关系。 再比如,我们经常会想,到底该不该购买这辆昂贵的汽车呢? 而不是去更深入点思考,要想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非要花钱买车吗? 面临选择时,要避免思维狭隘,就先要打破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 进行多目标追踪。 我们都听过黑莓这个品牌,书中有个典型的例子, 讲的就是如何通过多目标追踪,想出了黑莓这个好创意的。 莱克希克是一家专门给公司打造品牌名的创意团队, 成功服务过像高露捷、奔腾微处理器、三汽车等15个大品牌。 这个团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避免公司陷入思维狭隘。 这次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加拿大RIM公司制造的一种新型手机, 结合了以往掌上电脑的功能。 这可让团队成员发了愁, 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 这种设备可以联网,因此可以24小时收话邮件, 工作因此大大入侵了生活, 让人们烦躁并且过度紧张。 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取一个好名字, 改善大家对这关手机的固有印象。 为了避免思维狭隘, 从一开始, 莱克希克就拒绝从一个角度进行思考, 于是除了语言学家们组成的团队, 他们还邀请来了一个离题小组, 在隐瞒的产品信息的情况下, 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就是猎出世界上可以让我们快乐和轻松的事情。 于是这个离题小组就脑洞大开, 猎出了一长段内容, 比如像这个露营, 骑单车,烹饪, 最后有人想出了摘草莓, 一下子引起了团队的注意。 因为草莓听上去给人一种磨磨蹭蹭的感觉, 他们把草莓改为是黑莓。 一个好创意就这样诞生了, 黑莓不但显得轻松愉快, 而且人们意外地发现这款手机的按键和黑莓的种子一模一样, 真是一个很妙的巧合。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步, 在命令选择时, 要拓宽你的选择范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在分析选项时, 要记得把假设放到现实中进行检验。 有句古话说得好, 金听则明, 意思就是说, 在看待事物时, 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之所以要这样呢, 是因为我们做选择时, 常常犯一个思维上的错误, 那就是证实倾向。 这个听着有点二口, 我们来举一个明白点的例子, 比如说, 当市场上形成一种股市将持续上涨的信念之后, 投资者呢, 对信息开始有选择性的接受, 对有利于股市上涨的信息呢, 进行鼓吹, 而对不利的情况视而不见。 这就是典型的证实倾向, 迅速做一个判断, 然后只搜集有利的信息, 有点严海盗铃的感觉。 再比如, 一对父亲呢, 陷入了婚姻困境, 每天因为各种琐事争吵不停, 而其中一方呢, 还给对方贴性格标签, 比如说自私。 一旦贴上这样的标签啊, 人的证实倾向就开始倒毁了, 这个标签呢, 会被不断强化, 以至于爱人自私的举动会更容易被发现, 而慷慨的行为呢, 会被刻意的忽略, 最后啊, 把婚姻打上死结。 要想克服这种正式倾向啊, 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从相反的情况看问题, 比如说写婚姻日记, 把爱人做得令自己开心和感动的事情记录下来, 这样的话, 双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 会有更多的体谅和包容。 有研究可以表明, 写婚姻日记, 让70%的夫妻关系得到了改善。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采用缩小和放大的办法,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人们习惯从印象来判断, 比如说咱们这个在餐馆点餐的时候啊, 我们往往会被菜品的图片所吸引, 再比如说购买电子产品的时候, 我们容易被新奇的外观所吸引,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种印象会让我们上当, 因为好看的菜不一定美味, 外观新奇的手机啊, 也有可能会存在着各种质量问题。 所以说呢,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采用缩小法, 从大局出发, 向那些做过类似选择的人呢, 求教经验, 比如说在点餐买手机的时候, 我们要参考其他顾客的评价, 把选择放到实际中进行检验。 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叫做捷克的餐厅老板呢, 正考虑要不要贷款在闹市区开一个泰国餐厅。 按照自己的印象呢, 他是一个很棒的厨师, 餐厅呢, 开在闹市区位置也不错, 人流量很大, 而且附近啊, 又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所以肯定能一炮走红。 而用缩小法怎么看呢, 不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感觉去判断, 重要的是找一种普遍情况, 比如说, 有没有别人这么干过,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在实践中一调查, 结果发现, 有60%的餐厅在开业前三年就倒闭了。 而放大法对应的就是特写, 我们都知道在摄影中有特写镜头, 用更细致的眼光去观察, 然后找出本质, 比如, 如果工厂车间出了问题, 工程师不应该只听汇报, 而应该亲自去现场进行调查, 便和相关的工人谈话, 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全面的。 以上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步, 在分析选项时, 要记得把假设放到现实中进行检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步, 在做出选择前, 要留出一段距离来考虑。 我们都知道, 在汽车销售中好的销售员, 要做的就是让顾客停止思索, 开始感受。 当你对着顾客喋喋不休地说电管车的好处时, 顾客其实是恐惧的, 他们害怕自己会失去理智而花上大价钱, 但是你一旦请他坐上这辆车, 感受一下驾驶的乐趣, 由于太过于兴奋, 他就很容易去购买。 这就是书中提到的, 车轮一转动, 买卖就成交。 这种销售方法之所以会这么有效, 就是因为在做出选择前, 我们太容易受到短期情绪的影响。 那么如何才能不让短期情绪打败自己呢? 答案是在做出选择前, 要留出一段距离来考虑。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忠告, 就是在做出重要决定前, 比如说因为生气和朋友绝交, 或者是因到情绪和爱人分手, 要先睡上一觉, 这样第二天呢就会理智很多。 因为心理学告诉我们, 距离我们面临的问题越越, 我们就越不受短期情绪的干扰, 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重要方面。 要彻底摆脱短期情绪的影响, 书里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好方法, 尊重你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就是你长期的情感和目标, 很多时候, 一个决定之所以令人恐恼, 是因为和你的核心价值观冲突了。 如果你能明确自己的长期价值观, 很多选择就容易了。 比如说你手上有两份工作机会, 一份离家很近, 工作轻松, 但是薪水一般, 另一份呢, 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有压力, 但是薪水啊比第一份多了一倍, 发展空间也更大, 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份呢? 很简单, 尊重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就好了。 如果你喜欢舒适安逸, 想要有更多的个人空间, 就选第一份。 如果你不怕切股, 有更大抱负, 可以选择第二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步, 在做出选择前呢, 要留出一段距离来考虑。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四步, 在做出选择时啊, 要克服过度自信。 我们都知道, 尽管赢得彩票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买彩票。 还有就是一旦某个新兴行业出现, 比如说像这个互联网金融, 就会有大量的投资涌入, 这些公司的估值啊, 也会被高估。 这些现象表明呢, 在做选择时, 人们往往会受到过度自信的影响。 这种过度自信呢, 很容易让你丧失对未来的准确判断, 做出错误的选择。 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 想在闹市区开泰国餐厅的厨师, 如果他认为只要是在闹市区, 而且没有竞争对手, 生意就能红火的话, 这就属于过度自信了。 关于克服过度自信的书中啊, 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好方法, 一个是呢, 考虑多种可能性, 另一个是设置半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考虑多种可能性, 对于未来呢, 我们考虑不应该只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范围,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更大的范围去考虑问题, 既考虑好的方面, 也考虑坏的方面。 这样可以防止我们对未来啊, 盲目自信, 做出错误的选择。 比如说你买了一辆新车, 不应该只考虑它的舒适漂亮, 还应该考虑到啊, 它以后可能受到的破坏, 因此你应该去买一份 预防碰撞的保险。 那我们再来看看设置半网。 柯达公司啊, 曾经是世界著名的胶卷商, 一度出售了世界上 绝大多数的赛鲁洛交绝。 然而呢, 在数码摄影登上历史舞台后, 柯达绝不可承认 数码摄影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根据柯达的乐观估计啊, 电子系统的价格 不会很快低到 大众能消费的程度。 这种盲目自信的态度, 让柯达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 最后在2012年申请了破产。 这又是一次温水煮青蛙的故事, 因为数码摄影是逐渐发展的, 很难察觉, 所以很难做出跳跃出去的决断。 这时候啊, 最好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个半网, 比如柯达公司可以设置一个半网, 当数码摄影发展到什么程度时, 柯达应该引发新产品, 占领市场。 咱们再来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吧, 比如说当你厌倦了老家的工作, 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上广打拼时, 最好的选择啊, 不是立即辞职, 而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半网, 先停薪留职, 去北上广工作一段时间, 如果对工作依然厌倦, 就应该啊, 从自身找问题, 而不是工作环境。 以上呢, 就是我们说的第四步, 在做出选择时啊, 要克服过度自信。 嗯,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把《决断力》这本书讲的 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 做出更好的选择, 归纳成了四步决断法。 第一步, 在命令选择时, 要拓宽你的选择范围。 第二步, 在分析选项时, 要记得把假设放到现实中进行检验。 第三步, 在做出选择前, 要留出一段距离来考虑。 第四步, 在做出选择时, 要克服过度自信。 第二步, 在做出选择时, 要克服过度自信。 感谢观看